刚才讲到林彪打仗 中共的军事把林彪吹得神乎其神 但是大家知道1946年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战役之后 把林彪打得一支逃窜 他的部队逃到松花江畔 那个时候白冲喜是希望称胜追击 就是希望能够一举把林彪锁部队消灭在松花江畔 但是当时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 因为是接到了美国人 一个是当时美国的调解 就是说赫尔利这些 美国的这些不希望中国军队 不希望国民党军队把中共军队消灭掉 所以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阻挠的作用 所以后来白冲喜晚年 他这个回忆这些东西感到非常的遗憾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当时没有把那个林彪部队消灭在那个地方 他说这白冲喜一生中两大遗憾 还有一次呢就是这个徐邦会战 也就是中共说的这个淮海战役 当时呢这个蒋介石派了刘志去打 但是白冲喜说一开始是蒋介石想让白冲喜担任这个最高指挥 但是后来呢临时换上了刘志 这里边主要是派系的这个纷争 因为这个蒋介石认为这个白冲喜跟李中仁 他们是这个贵系军阀 他们对蒋介石的中央系呢 一直是就是面和心不和吧 也不希望他们这支这个派系打出那个威风来 或者讲能够以后地位更高 获取更大的权力 所以有意的排挤 当然这是白冲喜一方面的说法 至于就算是徐邦会战由他来指挥 是不是能够扭转整个战局 也未必 那么后来呢 这个白冲喜的儿子白先勇也是经常去讲 包括我在这个旧金山曾经就听过 旧金山湾区呢 就听过这个白冲喜 在一个很大的场合专门讲他的父亲 也讲到了这个两次重要的战役 就是说白冲喜一生感到最为遗憾的 本来是有机会胜的 一次是这个打林彪 一次是那个徐邦会战 那其实林彪呢 就是说是毛泽东的爱将 所以呢 这个关键时点呢 这个毛泽东都会要用他 尤其是那个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毛泽东想到第一个要担任志愿军司令的就让林彪 但是林彪呢 推脱说自己身体不好 事实上他身体也真的不好 但是林彪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他身体不好不想去 而是觉得没有甚的把握 因为他知道美国军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林彪是很这个情于动脑 喜欢研究军事这个战术的 所以他不会不知道美国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那么后来呢 转而寻其次的时候 毛泽东想到让素玉 因为素玉那个时候是边防军司令 离这个朝鲜战场也比较近 希望素玉去打 但是素玉说我现在这边也确实在治疗 如果你要是让我去 我也是愿意去 但是呢 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边可能会影响到战局 所以呢 毛泽东也后来没有勉强素玉 然后再请彭德怀 彭德怀当时被临时叫到北京开会的时候 他以为是毛泽东要找他谈这个西北建设问题 让这个参谋秘书带的都是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图纸 没想到毛泽东把他留下来政治局开会 也就是让他当志愿军司令直接就要打仗去了 那么彭德怀应该说他这个朝鲜战争这个作战呢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谋划 再加上中共当时整个的这种军事准备不足 有很多这个部队到朝鲜战场的时候穿的是单衣 那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冬天了 应该十月份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 但是呢后面的部队不是一下子就进去的 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陆续的往里面进 那已经是冬天了 穿着单衣就进到朝鲜 很多人都是在战场上饿死冻死的 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执行一个命令 说不能撤都趴在那个冰天雪地里 你趴上几个小时就冻僵了 也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些粮食补给 所以说等于是葬送了很多人的生命 非常不负责任的 那后来呢 彭德怀当然也是不断的打电报给中央 希望能够改善这个补给啊什么的 但是谈何容易啊 那个时候你不要说是在朝鲜 就是在中国国内都不见得能够完全的保障这些供给 所以说这个志愿军前后派的人数大约是150万人 在战场上 有人说这个前后派的这个陆续加到一起的话 有200万军队 但是呢在战场上死了四十几万 直接就是战死的 另外冻死饿死的又有几十万 所以中国这个志愿军在朝鲜至少死了有近百万人 然后呢 这个后来被被俘虏的又几十万人 然后失踪的还有一些人 所以说这个真正回到国内的也就剩下几十万人 不算很多四五十万人吧 了不起 所以说这个整个后来的军史啊 志愿军军史篡改了很多 然后夸大了他们打死的美国军队的人数 但是美国呢是精确到每一个人的名字的 所以呢美国的这是有档案可查的 现在你可以了解一下 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是五万多人 五万多人对于美军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这个代价了 但是跟中国这个志愿军死亡人数相比的话 那就是差距太大了 这个至少是三十倍 三十倍的差距 或者二十倍的差距 这样的一个 那当然有人说除了美军以外 还有联合国军队啊 其他的其他军队他们本来派的人就少 所以有的是死了几百人 死了上千人 就美军伤亡人数是最多的嘛 再加上你像刚才讲的志愿军死亡 还有这个人民军的 朝鲜人民军死亡的人数也是非常多 还加上朝鲜老百姓 所以这场战争打的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惨烈 那这个蓬德怀打仗 还有一个一大损失 就是毛泽东的儿子 本来是想投机啊 这个从苏联回来 根本就没有真正参加卫国战争 还毛岸英吹牛 说什么打到柏林了 坐着坦克 是苏军的中卫啊 其实很多都是编造的那种英雄史 就是为将来这个做接班人的准备 编造了很多的谎言 然后毛泽东送他到延安去跟农民学农业 这也是一种说法说辞 然后到北京又到机器总厂去当这个党总制书记 就是意思是说工农兵三样都干过了 然后朝鲜战争中 他又派去到司令部去 将来又可以编造一个历史 说是这个在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作战 其实他就是个俄文翻译的身份去的嘛 结果他死了 这一点呢 这个彭德怀 你再怎么向毛泽东检讨也交代不过去 毛泽东的这个 应该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被你弄死了 你想想 彭德怀后来还赶这个上万言书 你想毛泽东就想整你还没机会条件呢 你送上门来 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必然的 那么假如说毛泽东没有死的话 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像金家王朝那样的 毛家的这个接班人 但是到后来的情况 我想也会 迟早也会崩溃 说不定反而是个好事 有的人说啊 他死得早是个好事 我觉得他如果不死 他当上接班人 说不定是个好事 那也许 这个中国的这个封建专制 就提前会结束和瓦解 中国早一点进入 现在民主法治 这也是一种假设啊 就是 然后元帅呢 你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就是说 这些朱德到后来 晚年 其实他到1955年 平上元帅之后 慢慢他在军队里边 就算是离开了军队 他的服役年限就结束了 然后呢他就 一开始副主席啊 然后又当委员长啊 从1959年当委员长 一直当到1976年 他死去 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用 就是这个象征性的东西啊 这个其实朱德原来 还是想说几句真话的 但是几次 他只要一说点真话 马上毛泽东就对他进行 这个严厉的斗争啊 动不动就说你历史上 包括周永来对他都非常的厉害 说你历史上犯过严重的错误 你有野心 想黄袍加身 好几个元帅也跟着帮枪 所以朱德后来呢 被整得害怕了 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 不敢再乱说话 那朱德就是一直是那样子 就是其实他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是有看法 但是不敢说 对吧 他跟刘少奇的那个 其他那些人被整的人 他的关系也都不错啊 他一个一个整倒 难道他心里没数吗 对吧 就是所以这些人 到后来都成了陪寸 这个是垂老一一 也不敢说什么话了 朱德 六伯承 这些元帅都不敢说什么话 聂荣真 徐向前 更不敢说什么话了 一件应是见风使舵 很会这个看形势 站队 所以说你说这些元帅 林彪倒是不买毛泽东的账 就是说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到 后来毛泽东 想逼迫他做的事情 他不愿意做 他就是只有林彪敢 跟毛泽东这么公开的抗 那后来呢 毛泽东觉得林彪不可再用了 想办法要让他死 所以这个所谓叛逃到苏联 这完全是导演出来的一场闹剧 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蹊跷的事情 也许有一天能够真相大白 但是有的人因为对林彪的这个同情 把林彪说成是完全